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大家談 我是扶搖 本期節目嘉賓為時事評論員 資深政經分析師秦鵬 美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青先生 我們今天來說經濟 疫情之後 中國經濟反彈一直見不到實質效果 地方債務危機又持續惡化 甚至到了官方遮掩不住的程度 5月26號 武漢市財政局 和武漢長江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聯合在《長江日報》第10版刊發整版的債務催收公告 要求259家企業、單位趕緊償還 截至2018年末還未償還的欠款 在公告所劣勢的債務清單當中 顯示說 259家企業和單位中 欠款最高的 達2,354萬元人民幣 欠款最少的1萬元 粗略結算 合計欠款本金超過3億元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常見的企業欠款 武漢市五個區的財政局也上了欠款名單 武漢市財政局表示 該局以及長江資產經營管理公司 已經通過郵寄送達的方式 向債務人催收欠款 但沒有用 他們只能登報公開 中國的債務危機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但是武漢財政局公開的催債 還是讓中外媒體用罕見和破天荒來形容 好 我們首先請問李恒青先生 您認為這份破天荒的催債公告 反映出了哪些問題呢 你確實說你這個提的是挺好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說這破天荒 過去欠債其實一直在 不是說真的破天荒才出的欠債 但是這回是破天荒出了一個要債的聲明 這個真的是破天荒 這一點呢 也確實啊 他是跟這個中央政府啊 跟中央政府 中央財政局這個財政部 這個劉坤這個部長呢 專門說了這個自己家孩子自己抱回去 對吧 是這個你們家欠債 你們家自己還 而且他用的這個比喻啊 這個還真的是非常恰當 說自己家孩子自己抱回去 我當時看到他那個聲明的時候 我才有一個特震撼的感覺 是什麼呢 就你知道這個這個中國古代 古代的時候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詞叫什麼 叫一子而食 這個話說的很難聽 叫一子而食 為什麼一子而食呢 自己兒子啊 自己吃不下去 自己下嘴 把自己兒子給吃了 煮了吃了 之後吃不下去 怎麼辦呢 咱換著吃 對吧 你抱回家去 你抱回家去 實際上吃不下去 那怎麼辦呢 交給你的 甭說親戚朋友了 交給異性的人去吃 就什麼呀 太損了 對吧 那沒辦法 為什麼呀 那我們現在得想 回過頭來想啊 那現在怎麼就出了那麼多的這個欠債啊 最後到了 就到日子了以後 兩億 五億 你像這個恒大 對吧 恒大這個是兩萬億 這麼一個建築公司 這麼一個建築公司就兩萬億 哎 地方政府債啊 哪是他那麼點的數字啊 這不是統計下來了以後 地方政府債最少也得有65萬億 65萬億 這麼大的一個規模 而且大量的是近期的就到期的 現在連還這個貸款的利息都還不出來啊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啊 老百姓建造錢了嗎 對吧 老百姓建造錢了嗎 最後現在這些債全都頂在他們頭上 哎 說這個平均每個老百姓 每個剛出生的孩子平均下來 都會擔負多少多少的債 重要的是我從來沒見得過錢呢 對吧 那所以這個問題就出來了 所以現在看啊 我就在想這個中國的地方政府債 其實一個最大的一個隱藏的一個說法 說現在大家都說還政府債這個那個 其實最大的一個隱藏的一個說法 是中國政府在過去的二十年 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最早時候改革開放那時候還不好說 但是從大家加入了這個WTO以後 這二十年的瘋狂的野蠻的發這個所謂發展啊 最後創造了一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個繁榮是什麼呀 是個假的 是個假的 這一點實際上是這回地方政府在暴露出來的一個最根本的一個問題 你那個繁榮啊 不是真的 是假的 到現在老百姓回我頭來看了 哎 說現在怎麼那麼多的債出來了 我自己有自己的這個房貸這個債 我買個車有車的這個債 這些呢 是正常的經營的這個這個這個性質的 這種甚至有些是商業投資的這樣的行為 可是政府怎麼出來那麼大的一屁股債啊 對吧 這些債我怎麼都看不見啊 這些債全都漲在哪 全都漲在地方政府官員的身上 漲在中央政府官員的身上 漲在習近平的臉上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對外一張嘴就是我宣布 他一宣布就是宣布給非洲的夥伴一下免100億 對吧 債務免100億啊 什麼動不動就給人家送錢送200億 全是這種 哎 哪來的啊 您這個繁榮 我們老百姓沒有看到 現在倒看到的是什麼 一堆的債 所以這回這個地方政府債 一個接著一個叫連環報 後續會越來越多 實際上什麼呀 虛假翻譯 所以說前陣子習近平在中亞峰會大撒幣 花的也是剛從各地弄上來的錢嗎 嗯 不 就是你太善良了 你 你那個觀點呢 是說呢 這個 你說呢 他最後呢 他這個 稍然先給看到哈 我這個兜裡頭已經放了100億了 然後我再告訴我這個想去 這個 贖買的這些非洲的這個中亞峰會的這些 這個參加的那些五個國家 這個他們呢 我告訴他們 哎 我這兜裡現在有了這個 它是260個億啊 這回是撒出去 260個億 是我這兜裡已經有了這260個億 然後我告訴他們 你看ABCDE 你們五個人 我現在我可以給你們拿出260億 錯 習近平哪里知道他有260個億啊 他根本不知道 他就順口胡說八道 你知道吧 這260個億 他就說出去了 你知道吧 你知道中國有一個傳統相聲叫做巴馬罐 對吧 巴馬罐那個相聲是什麼呢 他就是說 那個來一個大風 插一下把我們家那個門口那風大的 把我們家門口那井給吹到牆外出去了 對吧 或者是什麼走在這兒 他到那個到這個什麼便衣房 在這坐著準備吃烤鴨的 哗一下從這個窗戶上飛過來一個烤鴨 落在我的桌子上了 飛進來已經烤熟的鴨子 就像類似於這樣的 一樣 為什麼 因為邊上有人幫他圓 因為那個馬罐是從那借的 就是他借的馬罐 然後他就得去給人家圓這個廠 為什麼 中國也就是這樣的官員啊 那你想國家統計局 中宣部 對吧 然後像發帽子的這個中組部 都是圓廠的呀 對不對 你要不給我圓廠 那我最後這個玩線了 那馬罐 甭說我把這馬罐扒下來 大家衣服都得扒乾淨 對吧 實際上是一樣的性質 你知道吧 像這回啊 你就是我剛才說您太善良了 你說我這兜 你以為咱家舉家過日子 你說我們家這兩百六十億 我們家都沒有 都揭不開鍋了 您最後還給人家弄個五個國家給送兩百六十億 不是 他根本啊 他就不知道他到底兜裡有多少錢 你知道吧 真的 這一點我還真不是瞎說 你不信你問問習近平下午你找個機會要能見上他 你們要參加這個什麼兩會的這個機會的時候 你可以問問他 採訪一下 你說這個習總 你知道你到底兜裡有多少錢嗎 對吧 中央的這個財政收入到底有多少錢呢 他我告訴你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二百 他說不出來 他真不知道 為什麼 他根本不用知道 叫皇帝 皇帝和現代政府的官員是完全不一樣 你要問問拜登啊 你要問拜登這一年 這個財政到底要花多少錢 對吧 我現在那個債務限定有多少了 他特別清楚 為什麼 這兩天國會正在吵架呢 對吧 他不提高債務上限的話 最後這個發工資發不出來 這個聯邦政府要關門 對吧 現在中國政府就嘲笑美國政府嘛 你看你們 最後發錢都發不出來 最後呢 這要關門 其實這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國會是什麼 國會代表人民 代表民眾 最後呢 在管理著政府的財政 那你想 拜登他必須要知道 那就是他的工作呀 他是被大家顧來幹四年 幹完四年 一年給發35萬塊錢 然後呢 那是他工資 然後四年大完人回家了 習近平不行啊 習近平不能回家啊 習近平又回家 明天就被政治對手抓起來槍斃了 對吧 這完全不一樣的 好的 感謝李恆群先生說的是深入潛出 那麼前兩天呢 雲南省會昆明的地方債事件 也是引發了輿論不安 網上是流出兩份文件 分別是昆明城投專家會議紀要 和昆明銀行口專家路演要點 那麼其中昆明城投專家會議紀要提到說 昆明市未來半年將會有200億元人民幣的債務到期 城投公司是無力支付的 那麼市裡財政不足 省裡也是表態不會大力救助 幾個城投公司的董事長已經到上海去要錢了 而且呢 求助上海不是資產交換 因為昆明已經沒有資產給出來了 那麼這次是直接要錢 文件裡面最受關注的內容寫著 除了如社保基金 醫療基金和公基金等財政已經是沒有錢了 已經到了可能動用專項債和社保基金的一個情況 那麼另一份昆明銀行口專家路演要點的內容和這個紀要基本上是吻合的 而且更多披露出了細節 包括說幾個城投公司已經是三個月沒有發工資了 一筆10億元的債務是用省裡的社保基金和公基金違約兌付的等等 5月24號 昆明市國資委在公眾號闢謠 稱這兩份流出的文件是不實的信息傳播 所以想請問一下秦鵬先生能不能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個城投公司和城投債的一些關係 城投公司實際上就是當地政府 它只是以這種公司的名義出現 但事實上它實際上承擔的是政府搞大基建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比如昆明的話 它可能就是包括什麼叫交投 城投 還有什麼顛投 一大堆的不同的城投類的公司 這些公司的話 總體來講都是規劃城市 然後去倒筒賣地 最後收錢 那麼你要規劃城市 你就要投往裡去投入錢 對吧 比如說是搞堅持開發的 這個的話 先把這個大淤泥挖出來 然後多出來一些土地 然後再規劃一個什麼項目 然後說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要把它賣出去 然後建一個非常龐大的 非常美麗的一個這種城市 一個這種社區 所以這時候它就可以把它替賣出去了 所以中國的這些城投公司很大一個程度上就是幫著政府搞建設 同時在倒賣土地的這麼一個工作 那麼我們知道說這些城投公司它又沒有錢 它實際上怎麼能夠去拿到這個錢呢 去搞這個投入開發呢 它實際上有這麼一個辦法 就是說呢 首先政府是批給它一個權利 第二呢 是批給它這個發債的 就是說發債的這個權利 那麼這種情況下呢 它就可以呢 是以這樣的土地和這個就是倒賣的這樣的一個權利 就開始呢 像銀行要錢 像這些這個房地產開發商要錢 所以其實就是這麼運轉起來了 中國的這個2008年以後 基本上從那個時候 大規模的發展這些城投公司 就是這麼逐漸的變成了今天的 我們說有65萬億的這個城投債 那當然還有包括其他地方債等等的這些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龐大的債務呢 它其實有一個這個前提條件 就是說呢 它這個地點能賣出去 你才可能把前提的這個投入的錢能夠就是賺回來 對吧 可是呢 我們知道這樣一來 它實際上一開始 又來誰呢 房地產開發公司 而我們知道說房地產現在基本上崩潰了 對吧 現在好多人還在講說是叫密布發商 所以早完蛋了 只是讓大家不通知告訴大家而已 所以呢 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這些手裡面的這些地 然後呢 你賣不出去 同時呢 你發了一大堆的債 借了一大堆的錢 銀行的錢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這個合作夥伴的錢 對吧 你怎麼辦呢 還不了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頭疼 而這個錢的規模呢 就遠遠地超出了整個這個地方的財政收入的這樣能夠開支的一個範圍 所以呢 它是沒辦法解決的 怎麼辦呢 它就只能呢 去想方上法地去要錢 甚至呢 就像之前的時候 貴州省政府一樣 躺平了 乾脆說我們沒辦法化解了 那個在網上發布一個這個報告 對吧 說等著這個中央政府那邊的話呢 給我們提出這個指導意見 所以其實就是說白一點 耍流氓 然後躺平了 我解決不了了 而昆明政府呢 這邊的話有一個特點 它之前的時候呢 是有大量的這個 每年的這種中央政府撥款 它是上海 透過上海的這個來撥給它的 而且呢 還是上海的城投公司 所以呢 昆明就是要給上海要錢 但是呢 我們知道去年上海也挺倒楣 對吧 李強把上海給出賣了一把 最後呢 這個四月之聲 實際上上海也沒錢 那麼這種情況下呢 上海去年原來應該給它的這個幾千億 半千到四千億 實際上並沒有給到這個就是昆明頭上 所以呢 這裡邊我們就注意到說這個昆明著急了 然後呢 派了這個什麼副省長啊等等這幫人就去跑上海去 叫借錢 對吧 其實就是要錢 借了肯定是不還的嘛 對吧 所以呢 這個就發生了這個故事 而這個故事裡邊呢 就涉及到幾個點 我們說呢 一個這個規模讓大家覺得很驚訝 另外一點呢 說這種地方政府的這麼一個龐大的一個窟窿 對吧 這個是很多人很驚訝的 所以這個也是這篇這個報告在網上這個發酵之後 然後呢 這個地方政府出來闢謠 但是越闢謠大家越覺得 它講的這個問題之外 它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武漢每年的財政收入 它是號稱是有2600多億 還有呢 2021年或者之前它是2900多億 更多一點 對吧 2022年呢 是2600多億 那麼開支可比這個要大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它為什麼現在為了區區的3億這個人民幣 就開始是受不了了 還有呢 去找這個 去發公告 然後的話呢 逼他們去還錢呢 這說明其實還說明什麼問題呢 說明真實的窟窿 遠比這個政府的這個年度 我們說決算報告 它裏面顯示這個問題要大得多 你看起來它是打平的 還每年好像這個錢還是夠的 對吧 但事實上 過去的這個清零 特別最後的這個2022年 這裡邊其實給各個地方政府 給整個帶來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差額 就是說它實際上 可能有個幾百億 這個錢的差額 它是藏到了這個城投公司或者其他地方去 但是這筆錢它是要還的 所以呢 它就弄得特別的這種緊張 特別的這個就是入不敷出 所以它現在是著急了 所以它才會登這個報紙 去向 公開的向這些這個要錢 包括呢 像這個地方財政要錢 像這個 那些公司要錢 所以這裡邊其實同樣的 武漢政府能這樣的 武漢政府還算相對來講 這個叫做華中的這種 我們說省會城市 對吧 非常 應該說相對來講 還算比較強大的 但是它都這樣 那其他地方到了什麼情況 去年的這一年多的話 這個清零使多少政府的它的這種窟窿 現在倒沒有辦法彌補 必然這下去會暴雷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 武漢市政府的這個通告 其實這裡邊還暴露出來更龐大的一個這個問題 好的 謝謝 李洋靖先生 我們知道中國的地方債危機很嚴重 但是到底這個危機涉及的面有多廣 然後這個規模有多大 您剛才提到說城頭債有65萬億 這些數字所呈現出來的具體情況是什麼呢 實際上呢 現在公布出來的沒有65萬億 這個65萬億這個數字啊 是各方人士去搜集 然後呢 包括一些這個 就是猜測的 一些猜測 不是想像啊 是猜出來的 實際上真正呢 現在公布出來的地方政府 現在加在一起應該有35萬億 然後呢 各方面的這個調查的這個數據出來以後 又給他加了30萬億 但是這個35萬億呢 是有據可查的 那這個債務呢 實際上呢 是分成幾塊啊 一個呢 就是發正常的發這個債券 另外一個呢 貸款 貸款啊 這個財政啊 也會向這個銀行呢 去貸款 申請貸款 短期的或者是中期的 但是沒有長期的啊 那種長期的呢 基本上呢 都是這個通過債券的這種方式來做的 這是一個 然後接著啊 它還會有一些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實際上叫隱形的 隱形的在哪呢 就是要承擔這個擔保 你比如我這一個這個國企 國企呢 我現在要貸款 或者呢 是一個當地的一個這個發展當中的一個 所謂的重要的一個項目 需要貸款 那這個時候銀行呢 不願意貸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時候就是去 這個政府呢 來出面的做擔保 政府一般擔保啊 我曾經在這二十多年前啊 我參加過一次 就是他們這個見面會 政府的領導 然後跟當地企業啊 見面 見面了以後呢 實際上 就是重要的是要跟銀行見面 見面的時候 這個當地的這個領導啊 都是拍胸脯的 拍胸脯說什麼呢 我拿我地方財政 財政收入啊 我這當時還沒那麼多呢 當時有那麼 我記得當地那個財政應該有三十多 三十多億 現在都是萬億啊 現在那時候是三十多億 哎 最後呢 拿出來說 我拿地方財政來做擔保 萬億啊 有問題 哎 地方財政呢 會給你 會給你這個付款 其實是瞎扯 地方財政怎麼會把錢拿出來給你付款呢 對吧 他發工資都沒錢呢 怎麼可能拿給你付款呢 哎 但是有一點啊 這個話是非常重的一句話啊 說我地方財政院也給你做擔保來出錢 實際上這個話為什麼是重呢 因為你腦子上的這個烏紗帽啊 銀行行長的這個腦子的烏紗帽 是跟這個地方的政府的這個官員的態度 是非常明確的結合在一起 當地的這個這個銀行的行長啊 他是從他們這個這個上頭這個總行派下來的 可是呢 一定要爭奪這個當地的政府的官員的這個批准 這個爭奪他們的意見 如果你就是不願意讓他來 那肯定來不了 這是第一 第二 一個就算是來了 他以後不支持你工作 你在當地也混不下去 所以你想啊 那那個時候他說我拿地方政府的財政做擔保 大家最後都是同意了 沒有一個不同意的我跟你說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大的前提下 有很多的是什麼 是隱性的 這叫表外的 就是這35萬億外邊還有好多趴在那 為什麼 他原來當地政府這個這個負責經濟的官員 甚至是最高的領導人簽了字了 他說他城堡 你現在在找他們 找不著了 為什麼 要嘛 要嘛已經升籤了 升到省裡頭 升到中央去了 要嘛呢 就是雙規了 他們權力鬥爭 最後他們弄一個 弄一個罪名 把他抓起來了 現在在監獄裡頭 最後你說你到監獄裡頭去找他 說你當初你簽了字了 你要負擔責任 你要承擔責任 他會嗎 他不會的 所以呢 很多的那個地方政府站 之所以出現了這麼多 就是什麼呀 就根本是現在的政府承諾的這些東西啊 他根本就沒有想過還 所以現在呢 而且還有一個現在的官話叫什麼呢 叫做金官不理舊賬 就是現在這個官員啊 不理過去的賬 為什麼 理不起啊 因為太多了 可是這些話還都是官話 還都是官話 其實呢 理不理呢 還得繼續理 為什麼 大家要捂蓋子 對吧 你比如像 這麼多年 說這個GDP啊 各省的GDP 都是虛報 瞞報什麼的啊 都是都是虛報 不是瞞報 沒有沒有沒有忘少了報的 因為那個當官呢啊 沒有說是把自己那個成績忘少了報的 都是虛報 但是呢 他的虛報呢 那個數字啊 後任的官員啊 都得往上呢 接著虛報 都得在這個虛報的基礎上 繼續往上報 除非 除非要中央最高領導人 準備要整這個官員了 哎 那那個時候 他就說呢 哎 過去那個數字是虛的 虛了多少呢 虛了三分之一 這就是那蒙古 對吧 那蒙古 虛了三分之一 為什麼 前任是誰 前任是胡春華 對吧 提到副總理去了 哎 他虛報了三分之一 哎 這時候弄出來了 那胡春華在這繼續開會 他也沒什麼事啊 當時啊 他還沒有把他 他還有可能繼續升线呢 對吧 所以呢 他就這種 除了這種情況出現 哎 否則的話 他都還在不斷地在加在加 所以呢 都是這樣呢 那你現在就變出了一個 很大很大的一個數字 欠錢呢 這可是真的啊 那個虛報GDP 那個是假的 可是欠錢呢 真金白銀在那呢 對吧 是真的在那 所以剛才說 這個65萬億 我相信 對吧 因為中央政府 現在各方面他們報出來 大概35萬億 哎 那我說呢 65萬億 我相信 甚至我相信 比這個還多 為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通過 對多年的中國的 政府的觀察 和中國經濟的觀察 我們相信呢 這個數字呢 只能是多 不能夠再少 但是呢 這個結構呢 實際上是一個 非常非常的危險的一個結構 因為什麼 因為好多東西是在表外的 你都看不見 哎 說這個 剛才我說了 說這個習主席不知道兜裡有多少 那就是表內的 表內他都不知道 這表外的他更不知道了 所以他特別恨 他說你們怎麼亂花錢 對吧 你們替我當掌櫃子 你們把我的錢都花 花的這個一大堆的 這個都給花 花通 花穿了這個錢 對吧 所以他非常憤怒 當然憤怒也沒有 憤怒也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賬啊 本身就不行 所以說在您看來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 像您提到新冠不管舊賬 這種情況不斷的發生 這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 我想啊 這個因為 畢竟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原來老說啊 崩而不愧 我們大家都說 要這樣在一個 自由市場經濟當中啊 這個這個政府 早就破產了 早就完蛋了 哎 但是呢 在中國呢 確實崩而不愧 對吧 為什麼 唐大了 另外一個呢 這個政權呢 非常強強勢 非常強勢 因為他有槍嘛 所以老百姓呢 也只能忍著 那最後呢 說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就是印鈔票嘛 對吧 目前來說還沒有大量的印 所以中國呢 通貨膨脹 這個顯性的通貨膨脹率 現在還是號稱 沒有超過3% 但實際上呢 真正老百姓的實際購買力 現在降的很多了 現在你說真正花錢的 各方面的降了很多 那後續是什麼 就是大家過緊日子 對吧 我想就是過緊日子 但是呢 好 一般情況呢 叫做過好日子嘛 就是應該日子是越過越好 這個呢 大家舒心 哎 但是呢 這個你要日子呢 越過越 越 down size 越過越差 一般呢 就會不容易接受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說那中國呢 老百姓可以接受 為什麼 因為中國老百姓呢 習慣於逆來順受 習慣於這種 就是政權的這種 強勢的政權 所以最後 王岐山就說過這個話嘛 我們中國老百姓 給他草吃都能讓他活一年 對吧 我當時看到這個話 我就非常憤怒 我說這個憑什麼給我們草吃啊 對吧 但是他們真的 他們還就真的 沒把你當人看 對吧 你說 你還 你覺得你是人 那真是自己 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在那個政權裡 他真的不把你當人看 現在你看到中央的政策 哪個是把中國老百姓當人的 太 你否則的話 不會幹出那麼多事 什麼城管農館 農館 農館下鄉 隨便就是 魚肉 魚肉民眾啊 那所以你想 你服嗎 他就要問你一句話 你服嗎 我們一般的回答都是我服了 對吧 但是呢 就是從長遠來說 我覺得 你天天揍他 天天魚肉他 最後早晚會有一天 逼急了 中國還有一句話 叫做 叫叫叫叫 逼上梁山啊 或者叫官逼民反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中國的真的出路 還就是 你你你不反抗啊 就不會出路 但是 歷史啊 歷史 其實早就告訴我們 歷史一定 最後一定會反抗的 否則的話 秦朝 我們現在還是大秦呢 對不對 秦始皇那時候不就說 他是始皇帝 現在可能他的應該是 多幾把號 幾把號的那個 那個孫子 對吧 還在繼續統治呢 對吧 應該是這樣 如果不反的話 但是歷史沒有 沒有給他們那個機會 要挽救這地方財政 看起來可以向兩個方向走 一個是先救這房地產 第二個是救中國經濟 這樣才可以提高稅收 可問題是這兩個方向 真的還能走得通嗎 我們看到前幾天 著名的財經作家 吳小波發文說呢 只有救樓市 才能救內需 我想問一下秦鵬先生 您的觀點是什麼 在過去的時候 中國呢 就是特急經濟的時候 每一次基本上 都是會特急這個房地產 到了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還搞了一個 叫做漲價去庫存 就什麼意思呢 是說這個房子賣不動了 對吧 為了呢 去刺激大家去購買 為了讓大家去感覺到 這個房子值得投資 那怎麼辦呢 他就搞了一個這個 盆改政策 然後呢 是發現金 過去的話呢 可能給你置換一個房子 其實你是沒有購買動力的 而這一次呢 他給你這個錢 然後讓你去買 這樣的話呢 讓你掏出更多的錢 去整個把這個樓市 就滾動捲起來了 所以呢 那個房價反而再去上漲 所以呢 大家把它叫做漲價去庫存 而那一次之後 其實大家知道呢 說這實際上又在 把這個房價又推高了 那麼就進一步的消耗了 人們的這樣的一個購買能力 而中國的這個房子的 總的這樣的一個購買能力 其實是有限的 對吧 因為 能夠買房子也是那麼多 其中呢 有一些還是手裡邊 已經好幾套房子了 而過去的時候 很多人買房子 其實你要為了結婚 為了生孩子 為了給你的下一代 對吧 給你的軟肋這個用 現在呢 你的軟肋也沒有了 對吧 大家都不結婚了 也不生孩子了 你買給誰呢 這個當然就沒了 同時呢 我們看到現在的問題 在於 這個三年清零 是很多人實際上 都改變了這種 思想的習慣 就大家看到了說 這個問題 你不知道將來是 會發生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敢繼續的 像過去那種花錢 敢像過去那樣的 去借錢去消費 或者去購買房子嗎 我幹嘛要去搞那個東西 對吧 那風險多大呀 對吧 可能的話哪一天 我35歲了 你拿著年薪百萬 然後呢 在這個阿里 在腾訊上的班 然後突然間 有一天告訴我說 你被幹熟了 然後我再去換一個工作 只能拿到四十到五十萬 然後呢 我手裡邊還有這個 二十多萬的貸款 還有這個 其他這樣的很多 這種開支 那我不要崩潰掉了嗎 對吧 所以這種情況下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問題是個很麻煩的 乾脆我也 我就不買了 甚至呢我手裡邊 有點閒錢 我寧願把之前的房貸 我給還掉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看到這種 梁子的這種 房子的屬性都消失了 第一種的話 就買來一具 剛性需求 買來住的房子 去消失掉了 另一種呢 就是投資的房子 所謂的叫金融屬性 這個房子也消失掉了 那麼這種情況下 那麼 房子當然就繼續的 供大於求 對吧 因為本來嘛 就是中國的房子 它其實不需要 那麼建那麼多房子 但是呢 過去的這些房 就是房地產的 這麼一個高漲 使得很多很多的這些 這個房地產開發商 都認為這個房價 可以無限的漲下去 都認為呢 這個房子的這個人 可以永遠的買下去 對吧 所以這種情況下 其實建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說這它要賣 還能賣給誰呢 沒人了 所以突然間 發現這個房子需求 沒了 其實本來就沒有 只是呢 過去一次一次的 通過漲價 通過這樣的一個自己 投資的這樣一個需求 把大家的這樣的一個 購買能力 給激發出來而已 而且過去大家是 抱著認為說 中國經濟會無限上漲 未來會無限美好 對吧 我們還要去跟著習主席 去指導這個全球呢 結果現在好了 突然間發現的話 這個全球不要我們了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說這種房地產 還能賣下去嗎 就沒了 所以我們看到呢 在過去的這個兩年當中 房地產企業是最倒霉的企業 對吧 大規模在開人 大規模的這個是倒閉 而且呢 剩下的這些房地產企業 也需什麼呢 殭屍企業 很多其實就是在想方設法 在拼命的去活著 地方政府也好 銀行也好 好多是不敢讓他們去倒 僅此而已 其實要 如果按照正常的這個經營 可能就早倒掉了 所以屬於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也就是說 過去的那條路 繼續通過這種刺激房地產 然後去發展經濟的這條路 其實已經死掉了 啊 密不發方 所以這個情況 那麼刺激經濟的話呢 我們經常講說這個三架馬車 對吧 你得呢 去找個客戶 那麼去搞外貌 對吧 這個歐美 還有呢 日韓 都南亞 包括非洲 還有呢 俄羅斯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現在跟這些大客戶 把關係鬧僵了 啊 這個 西方會上呢 那些大客戶呢 聯手起來說 準備搞一個新的叫做 印太經濟平衡策略 什麼意思呢 我們以後就不帶著這個中共玩了 對吧 我們是搞一個新的這個朋友圈 然後呢 過去的那個老朋友圈呢 也不解散 因為大家還是繼續需要他去生產一些這個 人家的商品或者呢 展示這個產業鏈 我也沒辦法斷開 但是呢 以後的能夠可能情況下 我們呢 以後購買的這些產品 我們在這個新朋友圈裡邊去生產 對吧 叫做這個有案外包 或什麼這個禁案外包等等的 反正什麼別別的意思 就是說 盡量不帶這個中共玩了 所以這個是大客戶 你給得對光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大問題 而且呢 在這個俄羅斯的和烏克蘭這個戰爭問題上 中共還最近剛剛幹了一件更蠢的事 就是呢 讓這個歐亞特使李徽 跑道去跟那些歐洲國家去在那談什麼呢 說 你們呢 應該是遵促這個烏克蘭 就是停火 對吧 然後呢 停火之後呢 就讓這個俄羅斯繼續去管理現在的 他搶到的這個土地 那不就是很简行的 叫做 以土地換和平嗎 說白一點不叫割地求和嗎 那誰幹呢 對吧 歐洲國家當然不幹了 歐洲國家你屬於 看著這麼一個侵略成性的 俄羅斯天天跑在我身邊 然後你現在把它給放過去了 那麼以後他緩過時來 他還在咬我一口 那我怎麼幹呢 那麼 對吧 我本來認為你中共可能還是一個比較能夠 至少呢 沒那麼壞的一個朋友 結果的話 你這種話都直接說出來了 那怎麼辦 那我以後 難道我還真的繼續跟這個什麼 默克爾啊 像這個什麼 馬克龍啊 必須我給你告好的這種大做好生意嗎 當然不行了 我得想方設法 我得加快求和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就是把這些客戶大客戶都給得罪光的 那麼這種情況下 你的外貿能提升起來嗎 做過外貿的人都知道 對吧 你賣給歐美國家的這些這個商品 第一是絕對不用擔心壞賬問題 第二呢 利率非常高 你是能夠去不斷的去持續去開發 去持續去做的 你賣給這些非洲國家賣給俄羅斯 第一你不敢賣給他 第二的話你賣出去之後這個錢能收回來嗎 你收不回來的 而且那個利率也非常不好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其實這個生意是沒法做的 而且那個規模他也不對等 對吧 因為歐美它是這種龐大的這種消費國 那麼大的一個經濟體量和這個一個規模 只不過相當於廣東省的那麼一個小俄羅斯 你的一年的話也不過千把億的這樣的一個需求量 怎麼能夠跟這個幾千億的這樣的一個體量的這種經濟體相比呢 所以比不了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對於外貌我覺得大家只能看到一千一千的摔落下去 所以我們最近也看到呢 說是亞洲通往這個歐美的這些貨船 實際上那個又在下降又在下降 那個價格貨櫃的價格也在下降 什麼意思呀 真實數據絕對比這個海關的中國海關的數據要低得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外貌大家就不要太想了 還有呢第二個我們講消費 對吧 你的這個過去的錢都被什麼給吞噬了 六個錢包 對吧 爺爺奶奶老老老爺 還有這個小夫婦倆 這個錢都被這個房子給吞噬掉了 然後呢 你教育醫療這個保險現在又就業又不穩定 你這種情況你敢消費嗎 你沒錢消費你也不敢消費 對吧 有點錢你趕快想要膽起來 萬一碰到個這個大問題 現在人獲得你還能夠救個急 對吧 所以這種情況下消費絕對起不來 這一點上我們通過今年的這個五一的時候 表現得非常明顯 很多人是在窮遊 叫什麼特種兵旅遊 就是跑個地方去打個卡 然後去玩一玩 然後我絕對不吃飯 我絕對不買東西 所以呢你每個人的這樣的一個消費的體量 啪一降降了百分之二三十下來 而且呢像什麼德江省啊什麼等等的 他把這個他的這些酒店企業 或企業企業的那些什麼精英額 全部給納入到這個五一的那個那個 總的消費額裡邊去了 那就虛增了很多出來 你還降了百分之二三十 所以這種情況下 中國的消費能起來嗎 起不來的 是吧 還有呢 這個問題我們講說呢 兩個大方向的這個投資 第一個呢是政府投資 對吧 剛才我們討論了半天的這個地方債 就是包括呢這種成頭公司投資 還有呢就是誰投資呢 這個民營企業投資 成頭公司投資和地方政府的投資 現在呢已經就已經被這種債務問題 弄得是焦頭爛額了 對吧 有點錢我發行了這個債 本來我應該是叫專項債專用 我應該是專門用來去幹別的 但是呢 昆明的這個政府他也告訴了 對吧 我們偷偷實際上把發行的那個錢 拿回來去還債去了 我們沒去投資 對吧 所以這個政府的投資其實也會再下降 然後呢 民營企業 憑什麼投資啊 民營企業的話 你看到馬雲 對吧 都消失了 差點差點沒了被抓起來 然後呢看到這個 呃余美紅 那麼 苦哈哈的去賣這個網上賣銷肉去了 對吧 看到呢這個人 孫大午被抓起來了 那我寧願趕快跑了呀 所以能潤的就潤了 還有呢 那個平常的時候我們說這個 民營企業投資 體現在哪呢 我得做長期規劃 那麼要做個五年規劃 做個幾年規劃 我要投資 對吧 買設備然後更新廠房等等 這些東西 搞研發 現在的這個招不保息的 你不知道哪一天會發生什麼 你不知道的話 這個領導哪一天會說 這個行業呀 它影響了這個生育 關掉吧 所以你這個教育行業就沒了 對吧 然後呢這個遊戲行業說 影響這個教育 關掉吧 然後劈了花啦 你反正不知道哪一天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敢去大規模投資嗎 而且呢 目前的這樣的一個 呃 我們說外貿情況 這個消費情況 你敢去大規模的去 非常樂觀的去估計你的這種 呃 未來的成長情況嗎 也不敢 所以呢 很多企業都現在出現了個 什麼問題知道嗎 不敢做長期投 長期規劃了 不敢做三五年之後的 戰略這個規劃了 這個在企業館裡面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這意味著未來的幾年的 這種長期投資沒了 啊 所以 這就帶來這個 我們說這個 國營企業的投資 政府的投資起不來 民營企業的投資也起不來 投資這架大馬車也完蛋了 所以弄來弄去 我們說 你想搞好中國經濟 這幾個項都不行了 對吧 為什麼 所有人都沒信心 所有的人的話呢 都對未來 充滿了擔憂和這種不安 是吧 政府政府的招不保期 然後呢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的話 包不保期 然後呢 這個個人 大家也是感覺到未來 是很迷茫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覺得 根本上來講 其實當然也是這個 大家都沒信心了 所以呢 說發展經濟 這條路其實也是 基本上是毒死了 好的謝謝 最後再問一下李恒青先生 很多人說中共政府會放水 那我們看到 中國四月的涉容增量 有1.22萬億元 然後M2是增長12.4% 但是好像這個經濟 還是刺激不起來 您覺得原因是什麼呢 實際上 剛才秦鵬啊 已經講了很多的 這方面的一些 基本的一個原因 其實呢 最終啊 歸結到一起 就是沒有信心 對未來啊 沒有這個期望 大家感覺呢 這個未來呢 沒有期許 沒有期許的話呢 這個事呢 就很難來做了 你比如說 他提到的 比如說這個房子 房子在漲價 房子在漲價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有投資 房地產的這個願望 因為有期待 對吧 明天的房價 比今天的要高 對吧 投資了以後呢 就能至少能夠不賠錢啊 但是現在呢 正好反過來了 哎 明天你今天投了資 明天就降價 誰還敢投啊 對吧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 另外一個像剛才他提到的 民營企業家 也是一樣的 對吧 民營企業家呢 最後呢 投資完了以後 被政府給搶走了 你說他怎麼可能 願意投資呢 對吧 另外呢 整體全社會 對未來呢 這個預期值啊 都在下降 大家都覺得 哎 說這個明年 今年啊 比去年要差 明年的比今年 還要差 所以呢 就越來越差 那你想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呢 就沒有這種 發展的這種 這種願望了 所以現在這個是 現在啊 阻礙中國政府啊 這個 這個所謂GDP 能夠再升級啊 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剛才這個 親朋也講到了啊 三個馬車 各個熄火 各個熄火 他現在唯一一個 還在做呢 就是 應該有一定的保障的呢 就是政府的投資 政府的投資 那政府呢 還在這個大量的在修礦山啊 然後修這個港口啊 修鐵路啊 還在做這方面的這個投資 因為這一塊呢 是他能夠控制的 其他呢 控制不了 所以呢 我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認識呢 就是他主要呢 是這個預期 所以最那個 就是前幾年啊 他們已經看到這一點 原來那個六吻 六吻最後一吻 就是穩預期 這個呢 有時候你就覺得 我看了以後 你就覺得是個笑話啊 穩預期 怎麼穩預期啊 對吧 你說你想讓我們最後 老百姓這個 預期值比政府也要來穩 他就有辦法 那是靠什麼呢 靠中宣部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個最大的問題 好的 非常感謝兩位嘉賓的精彩分析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更多的熱點話題 就下期節目時間 再見了 再會